車子輪胎卡在水溝動彈不得 這是出現了秘密武器 民眾看到都覺得好神奇 尤其是國外遊客 正好直擊過程 驚呼連連 日前一名理性男子 從台中出發走中橫 因為會車一個不小心 輪胎陷入了水溝 國外遊客路過 本來要幫忙拖車 遠景或報到現場發現 直接拖恐怕會傷車體 因此返回派出所 出動了千斤頂 三角扶梯等階階 讓輪胎重回路面 在遠景已經國外遊客 通力合作下車子都已脫困 車主頻頻向外國朋友道謝 但因為車子陷入水溝時 發生了碰撞 輪胎因此爆胎 正當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時 遠景發現底盤下掛附備胎 立刻取出 但是那個動 路邊馬上變成了行動修車場 好幾名遠景協助下 駕駛連過好幾關 後來有關於車輪陷入山溝 更換備胎 還有協助備胎充飽氣等等 我們血跡勤務遠景一次解決 讓他脫困 終於可以讓遊客安全返回老家 綜合合環山車輛變多 交通事故也跟著增加 警方統計從去年十二月三十一號開始 血跡勤務期間 交通事故有五件 協助脫困則有十件 村駕連假出遊也提醒民眾 小心駕駛以免破壞了假期 TVN新聞高志宏花蓮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